大家好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北韩库人 台湾最好看的节目 好 欢迎订阅 台湾共产人 全民最大人搬家 搬到中天娱乐台 8月5日 我们北韩库人一定要看 金庄英将军最爱看 金庄英将军满赛 好 来看这个全世界速度最快的 四人座敞篷跑车 今天正式在台湾亮相 它的这个急速呢 可以高达325公里 由于这个四人座的跑车 本来就比较少见 加上它是敞篷设计 一般来说 急速呢 顶多是280公里 而它速度这么快 也因此一推出呢 造成了轰动 连这个足球金童 贝克汉也有一台 不过当然要价不便宜 这一辆要卖给你1980万 先开步步 全球最快的四人座 敞篷超跑正式登台亮相 重价台币1980万 急速高达325公里 是目前全世界速度最快的四人座敞篷跑车 足球金童贝克汉就有一辆 那一般的敞篷跑车 零到100加速度也慢了1.3秒 没有了上面这个顶的话 结构上会比较脆弱一点 所以它需要去增加一些强化 那你一旦去增加强化的话 其实就是增加它的重量 所以敞篷跑车的速度 一直是没有办法跟硬点的跑车来比 英国顶级品牌第一辆四人座敞篷跑车 在台湾开卖 迟早在今年6月 就有神秘买家抢先下定 买主是谁车商保密到家 继意大利的马沙拉蒂之后 台湾再度引进四人座敞篷超跑 虽然车款比较冷门 但买气倒是热得很 台湾再次由黄宝总理小班 台北以上报道